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亚凯迪亚市 这里啊,作为华人非常热爱投资房地产的城市之一 自然有它的道理 在这个城市学区优异 而且交通非常的方便 还有很多适合华人生活的各种居家设施 而近年来更多的海外投资者 依然是追捧这个城市 不外乎是在亚凯迪亚这里啊 依然有越来越多的新屋比比林市 而正是这些新屋为亚凯迪亚的房地产市场 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南加州的Arcadia亚凯迪亚市 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 经历了一场巨大的人口变化 大约在三十年前 亚凯迪亚的居民几乎全是白人 而在现在超过半数的人口为亚裔背景 这种转型与台湾、中国大陆、南韩 乃至其他亚洲国家的财富增加 并移民美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亚凯迪亚有着很好的公立学校 这是许多中上阶层亚裔移民家庭所追求的 他们希望子女在美国能够接受优良的教育 随着这些移民的迁入 带来的相应齐备的设施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轨道 我们今天再次来到这个城市 去欣赏一栋目前典型的亚凯迪亚豪宅 大气恢红却低调色系的外观 食材外强有些古朴的感觉 而独立的铁门增加了隐私和贵气 这栋坐落在南亚凯迪亚的房屋 享受着这里著名的Bowling Stalker学区 六房6.5玉的建筑 拥有7457平方英尺的室内面积 而占地总共大约有15889平方英尺 宽广的平地给房屋更多的可能性 室内的色系典雅 玄关大气恢红 用着目前非常流行的铸铁扶手楼梯 蜿蜒而上 让视线从大理石地面的亮节 一直引入天花水晶吊灯的璀璨 这栋占地7000多平方尺的新屋 它有六个完整的套房 而其实在亚凯迪亚这里 像这样的豪宅一般都是有独立的套房 但这一栋比较特殊之处 就是它在一楼 也有一个相当开阔类似于主卧的套房 这里采用着开放式的结构 有非常好的采光 可以由一个后门直接通到后院 而这里的浴室和有各种设施 都是相当之起备的呢 房屋二楼的卧室可以俯瞰后院 绿草阴阴正是亚凯迪亚的特色所在 整个城市对于绿化的要求极高 是美国著名的树木之城之一 而从后院草地回望房屋 古朴的色系再次带来宁静的感觉 二楼的露台与旗下行程的派酒 都是户外生活的延展空间 城市喧嚣中的宁静 永远都是这样夫妇和求的美好 亚凯迪亚本身拥有着著名的跑马场 植物园和绿营悠悠的城市环境 这是让更多的居住者和投资者 心知所向的原因 而在2007年的次带风暴中 这里的房地产市场 曾经也有着比较显著的跌幅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初在低谷投资房产的买家 很多选择把年代久远的房屋推导重建 在2014年 亚凯迪亚的房地产市场就又回到了顶峰 甚至超越了2006年的最高水平 而成熟市场的走向 往往是决定于市场的供需关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房屋库存 以及相对开始减少的海外现金买家 在201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亚凯迪亚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 并有些焦灼 在过去五年中 翻新重盖的房屋纷纷完工推向市场 而海外投资者因为资金政策等等的原因 对美国市场持续观望 让最近的亚凯迪亚房地产有些有价无事的尴尬 但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亚凯迪亚本身得天独厚的条件毋庸置疑 在变化的市场中 唯有用不变的品质去历练掉时光的糟粕 而剩下的就都是精华 如果熟悉南加州洛杉矶郡的地理位置 就会知道与著名的亚凯迪亚市比邻的 是Temple City 天普市 与光芒环绕的Arcadia座邻居 让天普市变得有些不起眼 但其实它在低调中又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 这是一个中上阶层聚居的小城市 建市于1923年 人口大约不到4万人 近一二十年来该市的亚裔人口持续增长 而移民们为这个城市带来婚庆相关的商业 由此这里形成了著名的婚纱街 这个城市的学区也是相当优异 曾经被评为美国完美城市的小城市管理奖冠军 Temple City 的房屋建筑与相邻的Arcadia略有不同 这里的建筑面积和土地都相对较小 房屋更加适合中产阶级的需求 温馨而舒适 想去看一下在有限的土地上 如何开发出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今天来到天普市的目的了 鉴于2015年全新的这栋房屋 占地面积8400多平方英尺 室内面积3450平方英尺 却是拥有五个完整的套房 而且每一处的空间都没有居住感 进门的玄关采用了半高挑式的屋顶 把视线抬高让空间拉长 左转就来到房屋的起居室 空间在平面上开始更加地开阔了 从起居室而过 是厨房和家庭间的一体设计 没有间隔地采用长形设计 在视觉上就已经有了放大的感觉 而实际上 把房屋的面积大气地使用在厨房 却是满足了很多实际生活的需要 古往今来 家庭的温馨往往就是围绕在灶台边产生的吧 天普市的这栋名宅建筑有着实用 且美观的设计 有好学区和便利的生活环境 目前的市场价值在180万美元左右 因为是全新的建筑 有着只喜欢新屋的特定买家群 无论是Arcadia还是Temple City 都在期许着更多的投资者和本地买家的关注 而让这个原本就非常稳定的市场可以更稳步向上的发展 南加州的房地产市场本身就有着它的特殊性 买家族群的不同 资金方式的不同 喜好的不同 往往就引导了市场的走向 而工序的杠杆所带来的调整 会让每一个已经成熟的市场更加的稳固 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去适应所有买家的需求 也找到最适合这个城市发展的节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